军代表团载玉归国 其中日本捉求一姐 24岁的早田希娜 摘下女单铜牌 女子团体银牌 不料反国记者会上 意外挑起中日敏感神经 早田所说的支揽特工和平会馆 是二战时期神风特工队的基地 保存了大量相关历史遗物 此话一出立刻遭中国网友言上 涌入他十二日才刚开的微博账号 痛骂他入华 无法继续支持 原本和他关系不错的中国选手 也立刻取消追踪 日本网友则一面倒立挺 怒斥中国网友玻璃心 特工和平会馆没有供奉甲级战犯 也不是祭祀的地方 包括日本桌球选手张本志和 以及石川嘉纯 先前参拜东湘神社 同样激怒了中国网友 和石川交情深厚的福渊爱 更紧急删除相关发文 试图切割 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六的早田希娜 十六岁就打败过福渊爱 也因为长相清秀甜美 成为日本桌球女神 这次发言惹恼中国 网友抵制他九月赴澳门比赛 后续赛事是否会受到此风波影响 备受关注 三点新闻科亚韩报导